这名白衣男背着后背包等人 一名女子过了马路 像是跟她说了什么 没多久好几个人冲出来 将白衣男子压制在地 原来这几个人都是警察 抓的是诈骗集团的车手 他们先接获了银行通知 有女子要贷款借130万 女子其实是听信诈骗集团说辞 说会先贿款130万到她的账户 再请她领出来面交 谎称利用这种方法来增加账户金流 银行就会贷款给她 不过行员察觉有意通知警察 辖区台中市清水警分局 杀戮派出所的远警 赶到现场了解 发现这就是诈骗 而这名女子跟对方还有联络 因此将计就计 要她协助约出车手 最后成功逮捕了嫌犯 也查出26岁嫌犯 身上还背了6条 多半是诈欺的通缉案件 警方也先扣住 这些不知道从哪个受害者 骗来的130万现金 同时会再向上所缘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